我非常不同意 他们判决西洋是有 这个 商动颠覆国家政权 他所做的一些案子就是 维护这个 失去土地 失去房屋的那些农民 以及为法轮功辩护 以及在这个 为亲安这个枪击的 徐成和 辩护 因为它是与政府 跟政府之间 进行这个 传递的这种 进行这个利益的这种 补偿的这方面的这种辩护 所以呢 我觉得是 我的 我的丈夫谢阳 是做了这个 非常了不起的人权方面的这些事情 而不是说是 双方颠覆国家政权 他恰恰相反 是维护了国家的政权 维护了国家的法治 那谢阳目前 非常不同意这种判决 好的那谢阳目前 他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 您在湖南的家人中 有他的消息吗 了解到情况都有哪些呢 我们联系不上他了已经是 反正就是判决之后 判决之前的一天 我们就联系不上他 好的 但是您刚才提到呢 您对谢阳的判决 非常不满意 但是谢阳呢 他自己本人 觉得他不需要上诉 不需要这个进一步的上诉了 那您对此有什么说法 对 其实这是一种更 另外一种层次的精神酷刑 第一个人在法庭上认罪 认自己有罪 第一个人在法庭上 否认自己 曾经遭受过的这种 严厉的酷刑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 对他的精神折磨 但是每个人都有 向往自由的传递 这就是一种 他为了向往自由 而做的这种妥协 光照否认酷刑 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 辩护律师张任时 就在看守所 听到了 并且看到了 被管教援禁 殴打肆阳的结果 流血 流血并且肿大 听到了打殴打师的声音 以及喊叫声 而且我们长达16个月 没有获得律师的汇健船 这个都是没有保障 他的合法传意 可惜在法庭上 虽然呢 进行的这个妥协 这个都是一种施压 当这个 共产法司对他的一种施压